和天赐的自然景观和谐共生的文化 艺术之都西归浦 此处是以缅怀以黄牛画文明的 李仲谢画家的艺术之魂的李仲谢公园 是可以欣赏作家们的各色作品的乌托邦路 也是作家散步路的出发地 韩国战争时期和家人一起逃难到冀州的李仲谢画家 留下了以美丽的西归浦为背景的珠基之作 来到位于公园山坡的李仲谢美术馆 可以看到在画家的遗物、调色板和烟盒的银箔纸上 描绘的银纸画和珍贵原作 将在李仲谢公园见到的第一副作品 35号作品《李仲谢的梦想》 表现了画家边观赏西归浦的前海画着画 边思念暂时分居的孩子们的情景